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周转箱过滤需要哪些管件方便各位与有自己DIY 首先我们要了解周转箱的管件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雨林管 第二个部分是上水管 第三个部分是下水管 第四个部分是防疫流管 我们先来讲一讲第一个部分雨林管 它包含了一段打孔的PVC管和三个弯头一个三通 第二个部分是上水管 上水管包含了上水弯头 一个球阀 还有一个连接软管的宝塔头 第三个部分是下水管 下水管包含了两个三通 两个上下水直接 四个弯头和一段PVC管 第四个是防疫流管件 外置观察口有一个上水弯头 一段透明管件和堵头 两根内置防疫流管件 包含两个外丝直接和两段PVC管 好了各位与有门记得在进出水口加橡胶垫片 然后点赞收藏自己动手制作吧 下期给大家讲解一下水泵 内外置除油膜管件 然后点赞收藏自己动手制作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